今天跟大家說一下如何在網上做到尊重他人 在了解如何在網上尊重他人之前 其實我們是需要知道為什麼我們需要尊重他人 可能大家會問我平時上網都沒有發生過不尊重其他人的情況 為什麼要這樣說 其實我們現在今時今日的生活中已經和網絡離不開 無論你是用電話、平板電腦或者電腦 你都會用社交媒體工具、討論區、甚至是網上遊戲 每一樣你都可以和其他人溝通 當有和其他人溝通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我們不知不覺間已經在言行中 在這裏面發生了不尊重其他人的情況 就好像以下這個例子一樣 之前有網民在元朗的一間店 看到疑似賣狗肉的情況 他拍下了放上網絡社交平台 隨即野來很多回應 當中有很多網民都在留言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裏面的留言 也有很多不尊重他人的情況發生 其實惡言雙向不單只是缺乏尊重的問題 還很多時會對聽的人造成很多負面的影響 不過值得去思考的是 為什麼那些人要那麼兇呢? 可能他們不認同對方 所以要那麼兇地說話 又或者他們覺得 用兇的方式說話是有說服力一點 有些人又可能會覺得 這些叫做言論自由 他如何表達是他的方式 又或者有些人以為 說一下而已 又不犯法 無所謂啦 還是還有其他原因呢? 你們覺得呢? 很多時候我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都很想說服對方接納自己的意見 尤其是討論的內容 自己不同意的時候 就更加會心急 很想別人明白自己在想什麼 原來有個理論說 當我們面對不同意的觀點的時候 我們都很容易傾向 用了一些不好的方式去表達自己 譬如去罵別人 去批評語氣 去無理由這樣反對 只是反駁原文等等 我們其實應該集中在 反駁主要論點這個位置 而不是把所有東西掃諸情感和辱罵 就例如我們打遊戲的時候 和隊友一起並肩作戰 誰知道你的隊友 風寒送頭的時候 你當然很想跟他說 喂!專心點啦! 會不會玩的? 不過如果用這種語氣方式去表達 可能已經會傷害到對方 不如試下說 可不可以小心點啊? 對手很厲害啊! 我們不如集中一起作戰吧! 又或者 另一個情況 當輔助的角色搶了你的塔 你可不可以跟他說 不介意的話 下個塔留給我吧! 而不是用惡言相向 你是不是很難的? 洗了遊戲去吧! 不懂得玩! 講來講去 大家可能心目中有個疑問 就是我上網不尊重他人 其實這樣又怎樣呢? 有很多現實的狀況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其實都沒有尊重啦! 真人講都沒有事 何況上網講又有什麼問題呢? 和大家看看國際事例啦! 之前有一位KOL 電競玩家 在網上直播的時候 用了粗言畏語和不尊重的方式 去表達很多不恰當的言論 然後被遊戲官方禁玩了三天 又好像這個例子 另一隻大熱遊戲 原來玩家在裡面的言行 是會受到別人的舉報的 如果你以為 上網侮辱別人是沒有效果的話 那就大錯特錯啦! 你都不想被人封了帳戶 可能你又會說 哦!是這樣而已! 即是最多個帳戶被人禁了 沒得玩這個遊戲啦! 沒有其他東西啦! 是不是? 我們又看看這宗新聞 同樣是網絡遊戲 同樣是有玩家 用不尊重的方式 說隊友老殘 誰知他犯了公然侮辱罪 還收到警察的通知書 再翻查一下資料 原來一直以來 在過去幾年 都有因為網絡 言行 而引致的案件發生 雖然這些案例 都不是在香港 但是的確 我們在網絡上面的言行 如果有不尊重的情況發生 原來是不止被禁了帳戶 那麼簡單的 會對自己有實際的影響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 剛才所說的例子 只是台灣才是這樣的 在香港沒有事的 那就大錯特錯啦!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會聽過誹謗罪 這條罪名其實就是說 如果我們故意捏造和散布虛假的事實 然後入面的資料是會影響和損毀其他人的聲譽 其實我們已經有機會犯了法啦! 所以如果你覺得 未發生過同類的案件 那你就安心的話 那就真的要好小心啦! 以前沒有 不等於將來會沒有 說了這麼多 其實不是說大家 一點都不懂得尊重 反而是我們很想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其實我們心目中 理想的討論環境到底是怎樣的呢? 如果我們習慣了 什麼討論和留言 都是傾向慢罵 然後惡然相向 你還會不會有興趣參與呢? 如果你只是一個小小的參與者 到底在跟別人討論 交流 聊天的過程當中 我們又可以做些什麼呢? 有時候 即使我們出於好意 但如果表達方式不正確 都會引致不好的後果 就像這個事例一樣 有一位女乘客 搭巴士的時候 看到有一位男士 帶了麻雀上車 大家都知道 巴士上是不能帶這類動物上車的 於是他就向車長投訴 最終那位男乘客 就被趕下車 但是這位女乘客 依然沒有放過他 還把拍照放上網絡公審 於是就引起極大的迴響 反而成為一個網絡欺凌的狀況 大家的網民都覺得 其實那位男乘客已經下車 還有沒有必要這樣放去網絡公審呢? 另一個網絡公審的例子 原來是發生在排隊等升降機的情況下 其實這些事例都在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沒有禮貌 不尊重其他人 說話太具攻擊性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就會成為目標 而之後無論哪一方都好 其實都是雙書的局面 上個星期就開始不說話 在家常哭 真是怕到連兒子塞了一塊東西 他沉落在急症室才跟我說 七歲仔遭同學擦膠塞椅 說媽媽我是天堂等你 不痛的 不痛的 不用怕的 搞到要去看醫生的軒仔 在屯門中華基督教會 和福堂小學讀一年級 今年九月開學的時候 已經開始被同班同學 甚至高班同學嚇 第二個星期已經被人丟到 全身都是粉筆 第二次就是到立筆 立筆整個書包都是 上星期五上課的時候 被個男同學打臉 和用鉛筆插耳朵 筆頭刷膠還塞在耳朵裡面 另一個女同學就兩次用手指 打他的眼睛 回到家之後 七歲的軒仔經常不出聲 情緒很波動 連學都不想回 姨太問的軒仔都不肯說 只是哭 有一天突然早上起床 媽媽我可不可以上天堂等我先 姨太結不對勞 於是星期一幫軒仔請假 和通知教育局 兩天後帶軒仔去看私家醫生 醫生就轉教了他 去屯門醫院看心理醫生 到星期四軒仔突然說腳痛 去了屯門醫院看急症 那時候余太才知道 軒仔對眼不是哭得紅 而是爆了微絲血管 而且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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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動 別動 擦膠 是否擦膠 而且因為塞得太入 和太緊 下星期一要全身麻醉 做手術拿出來 現在都要吃消炎藥 她也跟她主任說 她被人塞了一塊刷膠 但我問我兒子 兒子說她會處理 完全沒有看過她兒子 有沒有真正的看她兒子 裡面有沒有東西 余太第二天去到學校了解 引述學校說會調查事件 下星期三會跟她交代 據知學校曾經問過涉事學童 但她哭著口說沒有做過 我們都有問過學校 不過未有回覆 教育局就說跟學校了解中 警方將案件列作集團事件處理 中午的時候有人叫我一個花名 我覺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為何會有這個花名 但她從早就叫到晚 我就自己去檢查 首先在這個網站 找到我的照片和改圖 然後再回到討論區 找到有人發出我的照片 然後在上面說話 在罵我 可以說是罵我 三年前 有人盜用阿偉的名字和資料 甚至登上她的照片 在討論區用粗言畏語 發表一些出位的言論 又試過用她的身份 約人出來打架 阿偉說 自此之後她的生活大受影響 連她最信任的老師 都曾經質疑她的人格 本來兩年之後都凌探了 但是因為成績 不可以重讀 在新的學校 想不到也有人 知道我有這個花名 最有趣的是我吃飯 買飯後回去學校吃的時候 是經常有人在門口走過 看著我 即是 目光比以前更恐怖 在舊學校 直到今天正在回的這間學校 即是第三間學校 仍然有人認識我 我記得我第一天上學 我早前走出去操場之前的走廊 用回去叫我 我寧願被人打一脫 因為打一脫可能會痊癒 明早就沒事 但網上欺凌延 人生這麼久 就好像永遠都會 有個落印在 很難去除 聽完這麼多 其實我們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網絡世界其實很多自由 不過網上的言行 真的要很小心 如果過火的時候 隨時會惹禍上身的 無論如何 請你或者死了 您說什麼 我們都不會怪訜 就等下 兩邊 走 感谢观看